安德里亚平田,Andrea Hirata 最著名的小说是2005年首次出版的彩虹军团Lasker Pellonji 该小说于2008年被改编成电影 续集彩虹军团2,Lasker Pellonji 2 于2008年出版,2011年 安德里亚平田出生于1967年10月24日 截至2020年年龄为53岁 安德里亚平田Andrea Hirata最著名的小说 Lasker Pellonji 彩虹军团的续集 名为Lasker Pellonji 2 彩虹军团2 于2010年出版 这是Lasker Pellonji系列继事件之后的第二本书 第一本书的重点是拉斯卡佩兰吉事件后人物的生活 安德里亚平田Andrea Hirata最著名的小说 彩虹军团Lasker Pellonji 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印尼物理洞岛的一个小渔村的成长故事 这部小说讲述了16岁的佩兰吉和他的朋友们 在贫困社区成长过程中应对挑战的生活 小说探讨了贫穷 友谊和教育改变生活的力量等主题 Lasker Pellonji是印尼的畅销书 并已翻译成多种语言 安德里亚平田Andrea Hirata的最新小说 名为Lasker Pellonji 2 彩虹军团2 于2019年出版 这是他2005年小说Lasker Pellonji 彩虹军团改编的续集 2008年拍成电影 2017年拍成电视剧